接下来的几天 我希望你们用心聆听 并试着体会我话中的含义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 否则就算不停学习 却还是一样迷失 除非你做出改变 不然所有的学习都不具异议 只要你有自觉 就有可能改变 记得一件事 即使在场有上千人 我所说的话适用你们每个人 我能跟你们每个人交流 不要以为我说的话只针对他人 这样你就失去上课的目的 人有一种倾向 听到有人讨论健康相关的议题 马上觉得与切身相关 检查自己有无相关症状 谈到皮肤就赶紧摸摸自己的脸 讲到心脏就感觉自己的心跳是否正常 但是听到跟心灵成长相关的议题 我们只觉得适用于他人 像是家人 朋友 邻居等等 而不适用自己 因为不管我说什么 你都觉得我很了解自己 大师说的这番话 是对我先生说的 希望他能听进去 能有所改变 我一讲到忧虑 你马上想到你终日操烦的母亲 却没想到自己的烦恼也不少 我会提到忧虑 因为我知道你也有烦恼 也许你母亲的烦恼比你多 但这不是重点 要了解 我所说的每句话 都是针对你们每一个人 就像之满载能量的箭 你不需躲避 只要坦然接受 自然会有所改变 不需理会别人脸上 是否带着领悟的神情 这只会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如果你真的了解自己 你不会感到忧虑 不满 痛苦 恐惧 欲望 嫉妒 自我 可是这些情绪一再困扰你 表示你对自己一无所知 知道自己不了解什么 是第一步 至少你知道事实是什么 如果你连自己不了解什么 都不清楚 你无法看清事实 有学生提问 但是上师 我们慢慢了解自己 我们对自己并非一无所知 听我说 内心的体验不是一种过程 而是当下的感觉 所有的学习 都只是为了让自己能更了解自己 对自己只有了解或不了解两种情形 内心体认 内心愈深 愈觉得对自己一无所知 而更能自我激励 进一步了解自己 追求心灵提升的基本要求 首先 要承认自己一无所知 这也是学习真理的第一步 有这样一则小故事 一个公车司机 跟一个伟大的传教士 死后到了死神面前接受审判 公车司机先受审 对他生前行事一一加以检视 审问结束 公车司机得到一把金钥匙 以及一名随从 并分配到一间豪华的居室 传教士在一旁等候时 目睹了整个经过 传教士心里想 如果公车司机可以得到金钥匙 跟其他的奢侈品 我得到的一定比他多出许多 毕竟他毕生都在宣扬神 轮到传教士受审 他的一生功过一一呈现 经过裁定 传教士应打入地狱 传教士听后大怒 对审判结果无法置信 他坚决要求解释原因 死神对他解释说 你生前做些什么 我们并不在意 我们在意的是 你的作为有何影响 公车司机可怕的驾驶技术 让他车上的乘客 相信神的存在 不停向神祈祷 然而你生前传教时 虽然你讲述神的事迹 但你的信众 多半是睡着的 所以请大家全心投入 就算不为了自己 也为了我 日后到死神面前 能有个好下场 请尽量发问 你不只澄清自己的疑虑 也解决他人的疑惑 你们才会了解 如何在现实生活中 解决问题 你们之中 可能有人认为 发问显得自己很愚蠢 听我说 也许你发问时 看来有些傻气 可是你有问题不问 才是真正的傻子 所以 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说法 请勇于举手发问 澄清你心里的疑惑 是的 你想问什么 准备 咱们 感谢观看